這是一種感覺 我們地方很真誠的 希望跟著中央一起走 可是反應過去 的確有些地方回應很快 向居家照顧 可是有些我們真的等很久 所以這段時間 我們更難過一點是 有些人為了政治上的利益 政治上的口水 開始有一些惡意的批評 甚至抹煞我們公務同仁 我們醫護同仁的努力 怎麼可能一個人來 就會讓所有問題都解決 那新北市這兩年多來 我們一年多來 快篩站70萬是怎麼篩檢出來的 我們的社區篩檢站 可以篩檢到70多萬 70萬左右是多少的醫護同仁 共同努力來的 不可能一個人來就解決所有問題 這不是我們現在防疫的作為 如果是為什麼我們的 居格通知書還是收不到 為什麼如果是 為什麼我們的疫調單 當然還是拿不到 鐵座要更正 手續這麼麻煩 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看到 問題的存在的根本 我們還是一樣 不斷的主動去 溝通協調 希望苦口婆心把很多問題 站在第一線所看到人民的問題 我們第一線處理的問題 把連給中央 這些問題 不管是電話 或是開會 我們都有反應 尤其我們的機家照顧關懷中心 接到了電話 幾乎 所有民眾的延期的電話內容 我們都相對的了解 每天統計 每天分析 問題在哪裡 這些問題 一個最關鍵的一個基礎問題 就是一個傳染病的通報系統 傳染病的通報系統 就會影響到 整個 收支系統 能不能快速啟動 從你PCR確診 倒計做收支 這個系統很重要很關鍵 所以記得 我去年有發生校正回歸 也是傳染病的通報系統出了狀況 今年一樣 也有這種狀況 我們一個多月之前 因為第一線的同仁 面對民眾的抱怨 面對大家的聲音 而且我們的基層同仁 工作的負荷量 沒有辦法用快速處理 必須要人工 甚至在智慧化的系統 沒有辦法 卡卡的沒有辦法 做好快速的傳遞 我們一心一意的說 想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反應了一個多月 這也是事實面對的問題 這一個多月來 我們苦苦婆心 這個也是一個最基礎的 一定要把它做好 當然還有很多的問題 這問題的反應 才會看到很多問題 其實真的要趕快解決 類似像這些問題 我們反應很多 像系統問題 總算在昨天開會 然後派資資訊 來跟我們新北市 大家來討論 問題在哪裡 中央開始正式這個問題 我相信只要正式有決心去解決問題 民眾的埋怨 基層的負擔 我們想都可以得到快速的解決 我們的自主應變能力 希望中央看到問題的時候 能夠快速的去解決 所以就那種發生的問題 其實很長一段時間 我真的是苦苦婆心 不斷的去說 不斷的去說反應 我們希望真正的去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就像剛剛副市長說的 我們 面對這個問題 也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式 有些智慧化的東西 系統的問題 是中央的前線 中央總算 在昨天開始 正式這樣一個 基礎問題 當然還有很多問題還沒解決 我們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 趕快解決 趕快讓我們民眾能夠安心 跟安心 讓我們防疫做好 讓我們上下一條心 把事情做好 才是回到根本 在 一個多月來系統的問題 我們常常反應 那昨天 總算 面對系統問題 中央 跟地方 開始做錯誤的過頭 這是好的開始 我們現在從好的開始 把很多問題做解決 因為現在都是在相對的高點上 我們期待是快速的解決問題 尤其一個多月來 所有系統的問題 真正開始真正的面對 從昨天開始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吧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 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好幾保氣 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 好幸福 好幸福 是